然後你會用1 2 底層高 這應該也不太好用吧 對吧 然後這個 我跟你講我也不會用這個 我也不會用這個 我會用誰 我會用這個 因為AV向量還有A7向量很好算 來這個題目 我們先把AV向量求出來 AV向量就是後面的座標頸前面的座標 AV向量叫做4.3 4.3 然後再來A7向量 後面剪前面 它是一個移動的指令對不對 所以A7向量叫做-5 到底12 這樣可以齁 對吧 這個向量很容易求 這題目有告訴你 所以我們的面積很簡單 三角形的面積就是1 2 外面是絕對值 裡面是什麼 裡面是很劣勢 然後這裡就43 來 43 然後-5 12 就給它寫上去 這樣好不好 就這樣子 我個人最喜歡這個公式 因為我解題我覺得這公式真的超好用的 來 所以它會等於1 2 絕對值 專學你行列式會算嗎 行列式 你們有複習到了嗎 專學行列式是這兩個箱層 減 這兩個箱層 所以12乘4 這裡是多少 48 然後再減掉這兩個箱層 這邊是負的多少 負的15 對吧 行列式的定義嘛 所以這個掐子一算發現答案叫做2分之 48減掉負15 所以48加15是多少 我看一下 叫做63 對不對 小學 最後一個選項對來不錯 最後一個選項是對的 最後一個選項是正確的 這個題目花了多少時間講 你覺得這個題目出的怎麼樣 你仔細看一下 你覺得這個題目出的怎麼樣 我覺得還可以吧 對不對 它設計一個情境 然後有一個三角形 然後就開始問這些問題 這樣可以嗎 我們可以嗎 可以啦 真的可以 好 那我們再看一題 我們再看一題 十一題講完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十題 沒關係 我們慢慢講 反正到學測前 我昨天有看那個中模的那個考題 我告訴你 我們還是不要看他的考題 那中模的考題真的有夠難 真的難到爆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模每一次都出那麼難 出那麼難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聽說台中一中 就有一堆學生考十幾二十分 台中一中耶 中一中 一堆學生考十幾二十分 一張考驗一百分耶 我看一下題目 我跟你講 那裡面的題目有好幾題 連我都不會做 我想說出這麼複雜 你搞屁啊 那根本是故意搞人的 你懂嗎 那題目真的太難了 像我們做的這個模擬考 我覺得簡單很多啦 我們現在來看那個第十題 這個第十題他在跟你說 假設M是時數對不對 請問你在坐標平面上 下列哪些選項中的圖形 跟這一條直線L 哎呦 這一條直線L 這個題目出得不錯啊 它叫做Y等於M乘上S-2再加3 但是這條直線怎麼樣 必定有焦點 同學你去把必定有焦點幾個字把它畫起來 他說一定會有焦點喔 哎呦 好 一定會有焦點喔 當然你要做這個題目之前 你要先看懂這個題目到底是在幹什麼 同學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件事情 Y等於M乘上S-2再加3 這一個式子 你知道它是一條直線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一條直線它其實洩漏了一些information在裡面 你告訴我這什麼訊息 這個叫直線的什麼事 你知道嗎 直線的表達方式有很多 這個叫什麼事 同學我問你這個M 稱為這條直線 它是M是S的C數啊 所以這個M就是這條直線的什麼東西 斜率很好 來 我跟你講 這條直線它的斜率是誰 它的斜率是M嘛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這個M會變喔 題目沒有告訴你M是誰 它沒有跟你講M是誰 它只跟你講M是一個時數 所以這條直線它的斜率 你目前不知道是誰 它會改變 而且你從這個地方應該看得出來 當S等於2你把它帶進去的時候 Y一定會等於多少 Y一定會等於3 跟這個M是誰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你2帶進去這裡是0嘛 0不管誰你誰都是0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講你從這裡看到一件事情 這一條直線一定會通過某一個定點 那個定點的座標叫做2 3 這樣有聽到嗎 你2帶進去的話 不管你的M是多少 我的Y永遠都是3嘛 對不對 所以這條直線它會通過一個定點 來 叫做2 3 有看得出來嗎 2 0.3 佛羅斯這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是這樣 你這裡畫一個圖 哈囉 來 你畫一個圖 這歪軸 這個是X軸 這個是X軸 好 2 3 2 3在這裡 1 2 1 2 3 2 3在這裡 好 同學我問你喔 這一條直線它長怎麼樣子 我告訴你都有可能 這條直線是這樣嗎 這樣嗎 我問你這條直線有沒有可能長這樣 有可能嗎 而且這條直線 也有可能長這樣喔 然後也有可能怎麼樣 也有可能長這樣 換句話講 同學 當這個M在改變的時候 這條直線它的傾斜程度會產生變化 換句話說這條直線 它會繞著這個點做一個什麼樣的動作 欸 掉下去了 來 我現在問同學 當M在改變的時候 這條直線會發生什麼事情 欸 你講話喔 這個直線一定會通過這個點嘛 然後當你的M在變的時候 請問你這條直線會開始怎麼樣 就是這條線不是一定會通過這個點嗎 然後它的傾斜程度 那個斜率叫做M 如果今天M改變 那這條直線會怎麼動 它會怎麼樣 它會 它一定要通過這個點啊 對不對 M在變的時候 它傾斜程度會產生變化嘛 所以這條直線會怎麼樣 它會開始轉 你懂我意思嗎 這條直線它會開始轉 它會有一個轉動的感覺 這樣了解嗎 這樣可以接受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來看它下面的選項 它下面它就好多選項喔 比如說你們要看哪一個選項 嗯 直線關係喔 我們要不要挑其中幾個選項來看就好 比如說 好來看第一個選項好了 第一個選項它會問你說 Y等於什麼 Y等於四分之一 這個什麼東西 S平方 這個問國中生都知道喔 這是個開口罩上的發霧線喔 你把這個圖畫出來 欸 我跟你講這種題目就是在討畫圖而已 沒有什麼了不起 好不好 來我們就畫圖 哈囉 來我們一起來喔 欸 這個平方向的係數是四分之一 這個泡物線它的開口應該還蠻大的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你就要去判斷喔 同學二三在哪裡 如果這邊二帶進去的話 二帶進去它會怎麼樣 二帶進去四跟四約掉 所以如果這一點是二 二帶進去這個高度是誰 這一點高度是一 所以這個點叫二一 同學我問你二三在哪裡 二三在這裡喔 在比較上面的地方 來二三在這裡 快點我等你喔 可以嗎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現在我請教同學喔 這個圖形啊 這個開口朝算的泡物線 跟這條直線一定會有焦點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我跟你講你就想 我跟你講你的腦海裡面你就想 你看喔 我問你這條線 它是不是一定會通過二三這個點 然後當你的M變化的時候 這條線會開始怎麼樣 會開始轉動 然後你就想說 當它在轉動的時候 是不是不管它怎麼轉 跟這個圖形都一定會有焦點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他就問你這件事情 他說一定會有焦點嘛 我管你M是多少都不管喔 當你的M在改變 不管M是誰 這條線跟這個圖形一定會有焦點 你就在腦海裡面開始去思考 你看嘛 這條線開始轉的時候 不管怎麼轉喔 不管怎麼轉 不管怎麼轉 它是不是一定都會碰到這個泡物線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雅雯你覺得對嗎 對啊 所以第一個選項怎麼樣 第一個選項要打波啊 它是對的 這個題目就在同圖形的概念 就這麼簡單 這樣了解嗎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接下來 你們對哪一個選項比較感興趣 還是我隨便挑 我再挑一個選項好不好 比如說第二個選項好了 來第二個選項我們也來看一下 第二個選項它說 Y等於負的X三次方 OK 來我們畫圖 我看你只要畫圖就可以了 來 來 S走 Y走 Y走 V-1 S等於2的時候 Y是-8 這個圖我們在高1就有畫過嘛 對不對 這個圖是不是會長這樣 會長這樣 三次方的圖對不對 它是不是這樣子 可以喔 確定喔 這個圖沒問題喔 然後同學問你 23在哪裡 23當然是在這裡嘛 對不對 我們抓一個位置 來這裡 23 然後同樣的問題就再問一次喔 來請問你喔 當你的邪律產生變化的時候 當你的邪律產生變化的時候 是不是不管這條直線怎麼樣 不管這條直線怎麼轉 它跟這一個圖形一定都會產生焦點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不對喔 你覺得不對喔 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什麼情況下 我會有焦點 蛤 你說 你可不可以比給我看嗎 你覺得不對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比給我看 這樣嗎 這樣有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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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有焦點 再怎麼樣 你是說這樣嗎 可是你要想喔 這樣的話這條線是這樣喔 你知道線是無線延伸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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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知道這個圖形它也是怎麼樣 它也是無線延伸的 所以他們還是有焦點喔 還是有焦點啊 好那你告訴我 你說沒焦點你給我看 還有什麼情況 你說沒有嗎 你說沒有 那代表說你可以找到一種特殊的行星 讓這條線碰不到這個圖形嗎 如果有的話 你跟我說是什麼情況 有嗎 你就想 你就想就好 有嗎 當然沒有啊 所以我跟你講他們有焦點耶 不管怎麼樣 管理M是誰 這兩個圖形一定會碰到了 好不好 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奇怪 這前兩個選項都是對的 有沒有哪一個選項是錯的 欸 欸你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嗎 它就是每個選項都畫圖 畫圖去看而已 So easy 這樣懂嗎 欸時間關係我們就講到這邊好不好 好 簡單來講就是 它整個想法就是這樣進口起來 好 其他的選項如果你不會做 你再來問我 OK 好 那個勇士謝謝 Thank you 我們這段課也就講 好